是否雪中送炭 不过却有些人是趁乱作怪 这是台风过后 北市环保局以清理道路跟树木为主 但是呢 北市各地区看到 好多人趁机乱丢自己的居家垃圾 路边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垃圾山 环保局说 风灾之后清洁队员为了方便清雨 会把树干树枝等杂物先堆在路旁 但很多民众竟然趁乱 就把家用垃圾给搬出来 以为可以满天过海免丢垃圾 免花钱 甚至呢 连床垫还有柜子等大型垃圾都看到了 清洁队员是疲于奔命 但是垃圾却越堆越丢 浅值呢 是快要累疯了 直日起呢 就要加强取缔 而且会派员来击查站纲 所以希望民众不要再心存侥幸 可以收手了